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主帮助我们真实的看见 祢让我们在这世界所经历的 是的 我们常常受这世界世俗的影响 而忘记看见跟听见 祢要我们所经历的丰富 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眼睛 打开我们耳朵去听见 祢所要赏识的 求主帮助扶持 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3月2号 今天的经段是 希伯来书第9章 第1节到第10节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事的圣幕 因为有预备的帐幕 头一层叫做圣所 里面有灯台桌子和橙色饼 第二曼子里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 有金香炉 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圣马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牙的帐 并两块约板 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造者施恩座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 众祭师就藏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离 至于第二层帐幕 唯有大祭师一年一次独自进去 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圣灵用词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 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 所献的礼物和祭物 就者良心说 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这些事连那饮食和猪斑洗涤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读到的西伯来书的作者 这位长老其实有一个很显著的 并且很明显的指向 这个指向是正在告诉我们 过去人们遵照的那个礼拜的历程 意思就是向上帝敬拜之路 他需要是在一个圣所的帐幕里面 而在这个圣所的帐幕当中 有一个曼子隔开成为前面那个 称为圣所 以及后面一个叫做至圣所的地方 里面人们透过这样来向上帝献上 而其中有一个非常要紧的是 大祭司也是一年才一次进入至圣所 向上帝献上 事实上 这位长老将过去崇拜的地方 称为属世界的圣物 这个词前面有一个定罐词 这不是不定罐词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这是为要指明 这就是过去那些人们向上帝敬拜的地方 指的正是祭司在执行这些礼仪的会幕 而圣所 这个词包含了圣所跟至圣所 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帐幕里面 因此我们在读的时候 或许会有一点点的疑惑 认为这好像是两个帐幕 不是的 这其实是一个帐幕 是用一个munt把它隔开 变成前面是圣所 后面是至圣所 而会幕 过去人们只会幕 就是上帝的居所 特别适用于里面的这个至圣所 这是一个特别神圣的地方 一般人禁止去靠近他 因此当这位长老在形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称为荣耀基禄伯的 引造者施恩座的一个地方 因此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荣耀这个字 象征着上帝的同在 而基禄伯其实就是天使 引子就照着施恩宝座 表示他们就是上帝威严的守护者 施恩座原文的意思是 遮掩人罪的东西 所以每年一到赎罪日 在约柜上的施恩座 就被撒上赎罪的血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 就用这个赎罪的血 用来引申耶稣基督的死 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 圣殿里的帽子就裂开 这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第五十一节 因此这正在指向一条路 这条路是人们朝见上帝的路 通往至圣所的那一个慢子裂开 表示我们可以走向面对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过去连大祭司都一年一次 才能进入至圣所 而如今当耶稣用他的身体 死在石架上的时候 这一条路就顿然而开 而开启了人们 借着耶稣基督的这条路 与上帝亲自面对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而这条路正是上帝所喜悦的献祭 这也是上帝所喜悦人们 向他献上的礼拜 是用自己作为活祭 并且向他献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正是基督徒 这正是主耶稣所带来的新约 愿我们都在这新约里 与他相遇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经历你的爱 主我们的生性 就透过你的死 让我们真实与上帝面对面 帮助我们去经历这丰富的爱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